欢迎收听今天的楼市update 旅游已复苏、王朝宗教委和豪宅是受惠的 例如区内豪宅新盘Tiffany House 上半年成交了约16宗 平均赤价是$9,800的水平 一手推售也带动了二手交头 地表屋苑1号湖本去年全年成交约10宗 而今年截止到上半年已屋得了约23宗 交头明显大幅增加 主因是通关后旅客重临 区内周边商铺空置大减 铺位已消化六成以上 加上王朝属于传统商业区 附近五星级酒店临纳 是外固人士较集中的地点 除了受到本地用家追捧之外 亦吸引不少外地买家落户投资 租赁市场方面 通关后王朝区的租赁成交速度相当快 租赁比去年上升了三成以上 现在市场上豪宅放盘量较少 以1号湖本为例 两房单位放盘不久便会获得成折 租赁由去年低位的12000元水平 回升至现时约18000元水平 而近月这个屋苑也接连 录得了大额租赁成交 三房单位租赁高达47000元 特色单位月租近超过10万元 反映现时不分高端人才 及有经济能力的人士尼奥生活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update楼市消息 记得like和follow我们 那就不会错过最新的资讯 今天的楼市update到这里 我好快就和大家见面了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